為 curo 委會第十九屆第四五屆 禮ス大會、預備會 會議開始 議員簽到人數以過半 請主席宣佈開會 上午會議 現在開始 参副议长 陈秘书长 各位议员 县府团队 严秘书长 各位局处首长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上午第十九届 第四五次临时大会 预备会议 现在照程序进行 讨论提案 第一案 案由 本会第十九届 第四五次临时大会 预定议事 日程表 请参阅第三页 附件一 业经程序委员会审查 列入议程 提请审议 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 照程序会的决议通过 下一案 第二案 案由 本次大会收到花莲县政府提案 共计十七案 如县府提案会边 共两册 业经程序委员会审查 列入议程 提请审议 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 照案通过 议备会议结束 接着一读会 本会第十九届 第四五次临时大会 总之大会新权 一徒会 本会第十九届 第四五次臨時大會,一讀會 規矣時間到,請主席宣布開會 會議正式開始 現在議程一讀會,縣府提案共十七件 各位議員,讓我們交付小組審議 各位議員有沒有意見 好,完成一讀 下個議程 臨時動議 各位議員有沒有臨時動議 李政文議員 議長、秘書 還有我們的副秘書長 還有各局處首長 還有我們本議會的各位議員同仁 大家早 大家早安 早 這樣子齁 在我們臨時會的前面的一段時間齁 也就是在八月中旬的這一段八月中旬前齁 看到了我們的地方報紙 一系列的一段時間的在報導有關原住民同意權 基本法裡面同意權的問題 跟阻礙地方發展這樣的一個報導的負面的報導 本人在這裡覺得 本人在這裡覺得 這樣的一個報導 是不是會造成 圓和對立 還有就是對於原基法同意權的扭曲的了解 所以我在這裡 所以我在這裡 真的要呼籲一下我們縣政府 針對這樣的報導 能夠表達我們公部門的立場 對這樣的一件事情 對原基法同意權的行使的這個部分 有比較正向的一個回應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當初這個原基法的立法的精神 事實上是追溯 我們原住民本來就有這裡土地的 權利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權益的主張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原基法同意權的一個行使 是為了保障我們的土地使用 但是 只因為我們瑞稅溫泉開發案 這樣一個案子 它只是一個個案 就報紙一段時間 不斷的在這樣的一個主題上面 一直在做這樣的一個 文章的一個報導 所以在這裡 真的需要我們縣政府 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要去做一些澄清 做一些正面的回應 我想在這裡要要求我們縣府 去做這樣的一個回應 以上謝謝 還有沒有議員要臨時動議 張美和議員 主席各位好 我想請這個秘書長 來有幾個問題 有幾個疑問 請秘書長這邊 是不是能夠來說明 就是針對我們議員問證 跟為您服務的需求 那請縣府要提供相關資料 甚至發文的這個部分 我想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開議期間 那如果我們要問證 跟省預算的需求 那請縣政府提供書面資料 那這個機制是怎麼樣 那另外就是在縣議員的提案 那縣政府相關局處的這個回應的 這個回應的流程時間機制 這個部分我們不是很清楚 那是不是縣府這邊的作業流程 可以說明 那除了開議期間之外的休會期間 那如果議員行文到縣府 需要一些資料 發工文到縣府 那這個回覆的時間 大概是多長 我們所需要的這個資料 縣府能夠提供的 大概需要多少個工作貼 那另外就是在 我們索取資料的話 那各局處的 你們的作業的方式是怎麼樣 就是以上 開議期間跟休會期間 那議員需要的一些相關資料 以及提案 回覆的時間點 以上我想縣府這邊 應該要說明一下 謝謝 還有沒有議員要臨時動議 許協議員 議長然後秘書長 以及我們岩秘書長 以及團隊還有議會的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在這裡我想來提一個案子 就是說 我們十三鄉鎮呢 這個非常的狹場 那因為我們颱風 也是在我們花蓮的這個發起 也是相當的也蠻多的 只是這幾年當然是風雨 比風雨呢 就比較少嘛 颱風的這個都往外 這個移動 那我想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能夠做好 在颱風還沒有來的之前 是不是我們 在今年度要編列預算的話 是不是我們整體的 就是說我們十三鄉鎮 是分為北中南 來修剪我們的所有的這個路樹 以及我們的鄉道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其實我想有專業的人員 來修這些樹枝的話 對整個美觀來講也非常的棒 然後各鄉鎮的村里長 也不用那麼的辛苦 因為他們必須要寄了 然後故宮去寄 然後又要跟我們找我們議員 來要這個這個經費 來做一個修剪 那以其這樣的話 是不是由我們縣政府來統籌 分為北中南這樣的一個形式 來做一個一年度的一個修剪 讓我們整個一個整體的一個修剪之後呢 讓我們整個看來花蓮的觀光立線 也能夠讓我們的十三鄉鎮的這個 不管是鄉道縣道這個部分呢 都能很美觀的 而且也能夠很整齊的 那我們要如何去規劃 我相信之前我在報紙上也看到 我們縣長也有接見我們 這個好像是在我們研議的這個區塊裡面 來跟這些研議的這個店的 這些老闆來做一個商討 是由我們統籌的一個發包 讓我們的整個一個花蓮縣的一個整體美 讓我們展現我們的這個利益美以外呢 讓觀光客一進來到我們花蓮縣的一個縣內以後呢 就覺得非常的不一樣 為什麼我們每一棵樹都能夠修剪的這麼的漂亮 那我因為我們之前也看到了 電力公司呢他只負責他們的電線的線路這個範圍內 其他的他們就沒有去再一個修剪 所以這個樹呢在我們台九線來看呢 其實是非常不漂亮的也不是很美觀 所以我在這裡是請我們研秘書長 能夠在我們縣府呢來研議北中南 來做一個統籌的一個發包 讓我們整個一個不管鄉縣 以及我們這個道路呢都能夠非常的美麗又美觀 謝謝 還有沒有議員要臨時動議 張懷文議員 議長 秘書長 各級處的主管 各位我們議員同仁 大家早安 我想我還是有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每一次我們在裝案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各級處被妥資料 能夠字要大一點 因為每次拿到手上 那個字都非常的小 那第二點是 這是有關農業處 我想也相關我們十三鄉鎮 這個資材補助 雖然是審計是在糾正 不過我想說農友是非常辛苦的 資材補助當初是哪一個單位審查 那希望農業處長 因為我也說過了 可是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下文 請農業處我們以民所苦 農友非常的辛苦 我希望能夠有一個解套的方式 上次我也提過 這個羅處長我也提過 有時候不如小補 因為我們審核的時候就沒有把關好 那以至於要追繳 審計是要追繳 那大家都有困難 可是一定要解決 好不好 兩點建議 好 林遠復議員 原復議員在臨時動議提案 光華這個沙石磚區 儘速成立 那為什麼要再臨時動議再提一次 甚至還要把這個 旗程 實程表要訂出來 那最近 國土計畫法8月份 各鄉鎮有開公聽會 那在光華這個沙石磚區這邊 其實回想過去 這個違法使用的沙石場已經20年了 那縣政府要輔導就地合法也20年了 那進度還在其實還看不到真正的曙光 只是聽樓梯聲還沒看到一個影 那為什麼光華沙石場那麼重要呢 其實它所對我們縣府繳的30歲 礦石磚也是很大的工程 你要跟人求稅 他還沒合法 我們是要站在輔導的立場去輔導他 不是落字條款一下子談了20年 我沒有跟你出份啦 你繼續做啦 你也可以來參與公共造成來表啦 那水你要給我30歲你要立就好啦 問題還是不合法啊 本來就不合法嘛 那我們已經設定目標給它光華沙石場專區 目標設定好 其實為什麼要討論20年還沒辦法定案呢 還是因為現在卡到傳統領域 部落頭目還沒同意 如果傳統領域部落有意見 是不是就是不行呢 還有農場的意見 農場意見有同意 有答應你們在這裡設沙石專區嗎 如果不行的話 這個方向是不是要再調整面積的大小 是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上一任的縣長 他設定目標 他弄個像樣的東大門夜市 他就做得出來 我覺得為什麼我們的公公造產 對我們稅收有重大的收入 是正面的幫忙的 為什麼沙石專區搞了20年還沒有一個定案 那原副提供給縣府 其實這個也是跨局促的一個問題 希望沙石專區能夠迅速的來定案 謝謝 還有沒有議員要臨時動議 那我們請原秘書長 來上台回答議員的問題 大會主席張議長 陳秘書長 還有各位議員先進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 大家早安大家好 就剛才有幾位議員所提出來的 在這裡分別的說明一下 我想首先 李政文李議員 這個部分 這個原計法 21條這個部分 我想大家對原住民 都非常的尊重 這原保尤其是原保地 大家希望是說 能夠依法依程序很快 快速的合法的給我們的原住民同胞 依規定 我想原住民跟漢人 還有族群 我想絕對不會不合 我想大家站在我們所有的 這個政府跟民眾的立場 還有府會的立場 還有人民的所有的立場 應該都希望能夠這個原計法 原保地都能夠落實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們宣政府會來加強 好不好 那如果以後 各位議員有什麼指教的話 我們會盡量去協助 盡量去促成 希望我們縣政府也能夠表達 在公開媒體上 表達我們政府的立場 我們縣府的立場 看待這樣的一件事情 因為在報紙 在不斷的報導 同意權在阻礙地方的發展 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政府本來就有 自己的這樣的一個責任 去回應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不應該只是地方的媒體 不斷的只是用他自己的想法 跟他的這樣的一個媒體平台 來做這樣的一個報導 那個算他片面的部分 而且會造成我剛才講的 會有原和對立的問題 真的是如此 所以我們呼籲我們縣府一定要做 這樣一個媒體的澄清謝謝 好 我們一華 一華會來說明 好不好 謝謝我們李正文議員的這個指教 那再來就是我們張美會張議員 我想開會期間 或者是休會期間的這些資料的提供 我想 先政府如果在這個沒有影響到 牽涉到各支法的問題 我們都非常願意去提供 好不好 時間的話 我想我們這個會 責任各級處 然後虎會的聯絡人 我們文秘書 這個部分我們審核 快速的提供 好不好 來麥克風 張美會議員 那如果是收到我們不對題 達菲所問的這個答覆 我們要怎麼處理 是退回嗎 我想 我想盡量 我請我們 我們的這個各級處 依照各位議員所需要的這些資料 正確的提供 如果不對題的話 提供有沒有用 好不好 我們今天來請我們各級處來提供 好不好 謝謝 那 謝謝議員的這個部分 我們台風來之前修剪 然後 徐縣長 在這個 最近 會成立一個 這個任務編組的 我們的 景觀 維護管理中心 會把我們整個 花蓮的 北中南 分做 五個族 或者六個族 甚至七個族 把縣管的 縣道 跟縣管的公園 或者是這個 我們花園城市裡面 所這個 評比的 做的這個評比的所有的公園 作為列入 來執行 尤其是我們縣管的這個 道路 跟公園 都在這個管理中心 來指揮 來監督 來執行 是這樣 所以說 耳後 對我們整個縣府 縣內的所有的景觀環境 會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會有跟以前不一樣的景觀 所以特別提出 來跟各位議員報告 廟宇的周邊 還有我們協校 因為協校他們真的 校長也無能為力 他也是要透過我們議員 或是請鄉鎮的這個村里長 來協助跟幫忙 那我想 學校的校長呢 及老師 對於這個區塊裡面呢 他們也是很頭痛 像我昨天晚上 在我們自學國小的校門口 昨天我就拜託我們 那個村長說 這個一定要趕快來修 都已經丟到 因為我個子矮 碰不到 如果個子高的人 就已經碰到了 所以昨天晚上 我就拜託我們村長 是不是能夠 請相公所來處理 那我想這個 這樣的一個區塊裡面 勢必也應該把它 容納在裡面 可以嗎 謝謝 好 這部分呢 只要是對於這個環境有幫助的 我們這個管理中心 成為任務 任務編組以後 會有很多的 我們這個督導的 我們這個幹部 然後會列入 最起碼最起碼 會列入 積查 積核 會通知各相關的單位 你這個地方 你要去執行 因為這個雜草重生或樹木 已經這個 台風要來了 希望能夠列入這個整修 對安全的部分 也能夠加以注意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列入 好不好 好 謝謝 再來是我們 張懷文張議員 這個部分 這個 這個 農業資材室有這個補助 我想會 這個部分 資料的建立 在補助的時候 要建立的時候 而且這個農業處 盡量能夠跟農會 或者是農民 能夠建立正確的 不要耳後 耳後這個不正確以後 然後再填一填 我想這個人不住在這裡的 這個人已經或者是 已經這個往生的 都還幫他淚入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請這個 我們的承辦單位 會加以審核 也請這個我們融會 能夠予以配合 這個部分 那另外的話 這個 字體 資料字體的大小 我想會請 各 我們所有的單位 能夠大一點 讓大家看得舒服一點 好不好 這個部分提出來說明 好不好 那再來是我們聯合部議員 光華沙死專業區 我想這個是二十幾年的 是沒有錯 但是近年來 新政府也特別特別 對這個區塊 各位議員也很關心 這個光榮沙死區 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 大家經過幾次的開會以後 我們用那個 這個 產創的 這個三四三條 我們來盡快的 依照程序 趕快把它執行 不要再一直拖 拖那麼久了 好不好 因為 如果我們縣府要快的話 我們也快不來 但是 我們不延遲 好 我們依照規定 按照程序 我們不延遲 好不好 依照三四三條 好 林彥副議員 秘書長報告 那個 縣政府 其實行政作業流程 二十年真的 有一點 人 我剛才有說 上任縣長 東大門想要走 做得像樣的夜市 兩三年就可以搞定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拖越久 問題會越多 光榮沙死專區 拖越久 問題越多 現在卡到傳統領域 對這個 農場的態度 農場的態度 沒有啊 縣政府說要弄沙死專區 也沒有啊 他們的態度 反而還把那個沙死廠趕走了 你還我 我跟你講這個部分 就是法令上的問題 會造成沙死業者 很大的困擾 那原副是這樣 因為這個疫情 這個地 自然的形成的一個沙死的 這個 這個群聚的部落 不是部落 就是這個 業者都很很就近的 在這個 木瓜西採沙死 就近嘛 地利 運輸 交通 蓋主人的行程 在那裡 其實應該加快 原副還是希望 幫業者說兩句話 好不好 我們說好幾句話 我們也希望 所有的法令 都能夠很快的去克服 像退伍會的 還有傳統領域的 這個部分 我們說很快去處理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縣府也希望 能夠快速 希望能夠明天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希望我們 站在縣府的議長上 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不要去延遲 但是外在的因素 我們盡量去克服 好不好 謝謝 楊花美議員 議長 秘書長 各位大家早 我想 有幾個問題想要跟秘書長討論一下 就是剛剛張美惠議員有提到 就是我們收到的一些 想索取一些資料 文不對題的狀況 那我想 我這裡也是發現非常多次是這樣 只是說不知道跟誰申訴 那我想美惠議員已經提出來了 那我們也一併在 秘書長回應這個部分 這個時間來提出 正式提出 不要有文不對題的回覆 因為我們狹帶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選區 選民選出來的 我們要對我們的選區 我們的選民負責 所以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非常認真的 在跟縣政府做交流和討論 所以希望縣府各處事的官員 能重視我們的需要 那所以不要有文不對題 第二就是會議的 會議公文來的時候會過期 那我不曉得再發過來 我們收到有什麼意義 就是說我收到的時候 都已經過期昨天發的 昨天開會通知 那所以這件事情我也不明白 是不是行政程序上 還是簽程要蓋太多個章 所以才能夠發到議員的手上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也可以 一併作為建議提醒 說下一次未來 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好 然後再就是 我是新的議員 所以我不知道會堪 各處事的會堪 到底程序怎麼樣 因為議員沒有人 沒有人交接啦 所以也不好意思在這裡 請教秘書長 到底會堪這件事情的文 是議員辦公室發 還是縣府的承辦科室發 這件事情我想要在此做個釐清 因為我碰到太多科員推托拉 不幫我發文會堪 那我不曉得是欺負新議員 還是怎麼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絕對不會客氣 那在此也請等會秘書長做個說明 好 再來就是最後就是 剛剛許雪玉議員有提到 然後秘書長回覆 有關警官維護管理中心 那這件事情我還不知道細節 但是在此做一個很誠懇的提醒 就是我們希望花蓮要像花蓮 花蓮不要像夏威夷 不要像其他的國家 花蓮就是要像花蓮 我們花蓮有太多原生種植物 可以好好的來使用 讓花蓮長得像我們想像中的故鄉 那這是我很誠懇的提醒 也希望各局處在規劃的時候 一定要以這個為原則 好 以上建議 謝謝 好 謝謝 有關於這個公文 這個回覆 我想 我會請那個我們不會聯絡 我們的文明書 會依照齊程 在時效以內 提供給各位議員 好不好 如果我們不對題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審核 也請這個我們文明書 可以審核 齊程不要延遲 這部分 然後這個花蓮城市 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會 事實上我們所有的局處 都很用心的去思考 到底種哪些樹木 種哪些草花 比較好看 比較能夠長久 比較適合我們這個區域 這個部分 大家都很用心在做 也可以 請各位議員 多多與指教 提供我們意見 所有的鄉親也可以提供 事實上我們大家都希望 我們這個城市很美麗 好不好 這個部分 跟議員報告一下 好不好 會看的這個部分 我想 這個部分我們會折成 會看 你要該誰去 你就一定要去 準時 準時 希望 希望 能夠 跟議員 跟議員的助理 能夠聯絡一下 事先聯絡一下 我明天幾點鐘 要去 大家都聯絡好以後 這個是最起碼的一個禮貌 不要大家都等著 等著說 我為了等你 等你政府官員 然後又延遲了半個鐘頭 我想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大家心裡都很不舒服 希望我們所有的政府的承辦人員 集中所長 回去的時候 能夠叮嚀我們所有的同仁 科長 科員 所有的約束人員去勘察的 希望事前要去聯絡 當時一定要準時 要準時 我想這個部分 希望我們所有的政府的同仁 能夠做到 好不好 好 楊花梅議員 好 民主長 不好意思 我再澄清一下我的問題 我剛剛可能沒有說清楚 我的意思 會刊文是誰發 是承辦的科室來發 因為 因為縣府跟公所的分工很複雜 有時候我們議員辦公室 如果說這個責任在我們議員辦公室 要來發這個會刊文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發得這麼周全 但是承辦的科室 他又說這是他們不發的事情 不做的事情 那我想這件事情 請民主長在這裡說明一下 到底誰發 到底是承辦的科室 應該要發這個會刊文 還是議員辦公室這樣子 議會沒有發嘛 也沒有發 那我們先政府來發吧 我們先政府有承辦的局處 局處來發 好不好 這是最起碼的 好不好 好 貴家園議員 議長大會 補充一下 剛才兩位議員說的 那就是要我們接到會刊的公文時間 那可能已經是當天了 我們收到信的時候已經是當天了 那是不是未來有機會在會刊的時候 或者是新聞的時候 能提早一點讓我們知道 不然就是人已經在跑別的行程了 然後才收到有這個會刊的行程 以上謝謝 好 這個 如果緊急的話 希望能夠用電話通知一下 好不好 如果 時間允許的話 能夠 再用電話 再去 通知一下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肉食 不要大家就在等了 好不好 蔡經元 主席 主席還有我們的陳秘書長 還有嚴秘書長 還有各局處的首長 大家早安 好 在這裡呢就是針對前陣子 縣府有對國土計畫的部分 有舉辦了公聽會 從8月20號到29號的時候 舉辦了非常多場次喔 那在這些場次 本席也有出席在現場 那也聽到了很多民眾的建議 那之前呢在臨時會的時候 也有許多議員提出 特別是有講到別的縣市 像宜蘭也是有他們是一個科 在負責這樣子的一個國家的國土計畫 那是不是我們花蓮縣政府的部分 不知道在這個準備工作上面 目前進度到哪裡了 是不是可以來做一個說明 就是因為國土計畫 我們花蓮的部分其實是蠻複雜的 還有原住民的這個土地的部分 還有海岸的部分 這些都摻雜在其中 所以真的是需要縣府的層級 要好好的正視這件事情 不能說公聽會辦完了放一個30天 然後 所以在這裡還是慎重的提出 針對國土計畫的部分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本席也是參加很多次的活動 會議的時候 都會遇到我們各個中心的主任或副主任 我們縣府的中心的主任或副主任 我知道大家都相當的辛苦 但是在有些活動的場合 有些致詞的時候講了一些話 不是那麼妥當 特別是我們議員都有在現場 或者是我們議員的助理有在現場的時候 如果又這樣子在公開場合提到說 什麼選舉啊什麼的 一定要支持誰啊 還針對已經是現在都選完了 然後這現在在各個公開場合還這樣提的話 我是覺得非常不妥 所以是不是請嚴秘書長還是要審慎的 再瞭解一下這個狀況 謝謝 好 謝謝我們這個 蔡議員的指教 我想這個有關於這個各區的這個助理 如果在這個場合的話 在講話的時候 支持的時候 希望都能夠注意到 該講的就講 不該講的不要講 這個部分喔 我也這個請北中南區 或者所有我們的同仁 也不光我們這個各區的這個同仁 我們所有的縣武的同仁 在講話的時候 希望能夠得體 好不好 那這個國土計畫 這個部分29號說明已經結束了嘛 然後這個我們現在公展30天 從8月12號嘛 8月12號30天嘛 這個部分完了以後 我們整個以後 還有回來整理以後 才會報到這個開個會 然後再報到這個中央區 那整個部分喔 到明年4月30號 109年4月30號嘛 就要公佈了 我想這個部分 這段期間 建設處會依照我們所需的 來做一個調整 做一個規劃 同時我們也會成立國土規劃科 在地政處 這個做完了以後 然後持續的把這個都交給地政處 成立國土規劃科 專門在辦這個國土規劃這個部分 跟議員報告一下 好 鄭寶修議員 那個大家好 那個關於這個路樹的問題 我是希望 因為我觀察很久 我們一個村莊他種了兩棵樹 但是他有點像松柏一樣 但他就永遠不會那個掉葉子 不會像小娘這樣掉葉子 如果說農業樹這邊可以的話 就幫我看看那是叫什麼樹 如果可行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種那種樹 又漂亮 他手間又知道 然後我問他對方 他說他不知道叫什麼樹 那我希望能夠去瞭解一下 再來就是秘書長 你對我們縣內的 所有的事情都非常遼辱執掌對不對 那我們縣長又是號稱五星級的 包括以前的副縣長現在延伸 可能又要升到七星級 但是我希望這件事情能夠在我這次 臨時提案的這個動議的這個方向 然後把它處理好 就是包括農業主計跟財政這邊 能夠幫忙一下 就是我們市農會這個36萬的押金 能夠處理好 不要等到我在定期會的時候再講 因為這個也是選了二三十年 這個事情請問秘書長你知道嗎 知道 知道 是不是可以處理好 好不好 好 那不然我到時候會 以為叫無車塞落掉會怎麼樣 那就請你自己去想想看 請幫忙 謝謝 好 黃欣妍 謝謝議長 秘書長 柯氏主管 我們一位同仁 大家好 秘書長剛剛講到國土規劃 本來我是不想講的 國土規劃的部分 很高興聽你說要成立國土規劃課 因為那是專業 是專業 老百姓根本在去地方開說明會的時候 公聽會的時候 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 知道得來 聽也聽也聽不懂 聽也聽不懂 然後現在出出的一個 從看起 只能用猜的 我大概是在哪個區塊 那對於吉安的部分 我比較了解 那我有仔細的去看過 所有規劃的情況 都會不會錯 包括我們現在的 目前的情形 包括整個社區的情形 其實規劃在農業區的土地裡面 它已經是社區形成了 像我們的京都大郡在南浦重化區的 南海的寒露世界 那已經形成了 現在一畫大鼻灰說那個是農業區 那鄉村的部分在社區的部分 是可以擴大的 所以我希望 原民署長 我也去跟縣長溝通過 國土規劃 對我們花蓮 將來的發展 有很深遠的一個影響 那方年縣長也說 是觀光跟農業的大縣 那農業的產值 畢竟很低 那觀光是為了的希望 我也希望 在國土規劃這個部分 原民署長能夠 盡量的協助跟幫忙 讓各個鄉鎮的發展 有將來 可以看得到將來 我們預計將來是要開發為什麼區塊 我們做觀光 觀光要有土地來推展 不是嘴巴說觀光 就能做有觀光 那現在路客不來已經很頭痛了 尤其是花蓮的衝擊是很大的 所以秘書長對於這個部分 後面的部分 真的要很嚴謹的去看去規劃 因為我發現他們的套土 我問他們從哪裡來 他說什麼時候 中央規劃的什麼書 我說我從來沒看過這什麼書 怎麼套的 看都看不懂 還有一個原住民的部分 原住民聚落的部分 也是一樣 他那個範圍 是到現在只有 我跟人講 跟他蝦子摸相 然後這樣戳著這樣戳著 實際上你認真拉出來看 有的跟實際上的 都不符合現在的 現在的情況 不要講未來的發展 連現在的情況 都不能符合 這個蠻嚴重的 因為在議會 我有專案還沒結束 那各鄉鎮 有的問題的話 我會再拉進來 再談一下 還有一點我順便講 沙石磚區的部分 現在吉安的部分 也就是化為工業區 就我認同 現在從82年 輔導到現在 不要輔 可能沒事 輔了就倒了 倒到現在 沒有辦法解解 那現在跟輔導會 收稿 輔導會說你要財務完畢 現在肯定了 看那些東西 是要去哪裡 要怎麼去做 那土很大 還有一點 比較煙網的 在工業區別 工業區裡面的 農業用地的部分 早期 輔導會來的時候 把農民的 農地的部分 給它收穩 他們耕地開墾 顏肯仁 顏肯仁 他們為了說 地方的一個完整 把土地 換到旁邊 要是把它收穩 現在在工業區裡面 久不久也要來澄清 他們始終都沒有違規使用 多在做農業使用 30年苦苦等到現在 其他的人早就放零掉了 他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所以好幾個來澄清 這個我會再另外組專案 要給秘書長知道 除了 這個SARS專區裡面的部分 現在目前SARS的情形 要拆誤還地的事情 這個真的是很難以去做 這該如何來讓SARS專業區的部分 能夠就地合法 包括我們的現在的違規的工廠 中央也肯 污染不嚴重的部分 能夠就地合法 但是沒有做違規 使用農民的土地的部分 他們的潛意呢 他們的潛意在哪裡呢 我們野民 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 77年的部分 不用任何的駕金 就可以奉送給他們 那平地人耕種的情形 到現在還有朱葉在苦苦的等 就是等不到土地放零了 讓你知道 有些地方是滿不公平跟合理的 同樣的一個土地 有的人放零 有的人就放零 那時候這邊 每天 akhir Host 23是 謝謝黃議員執教 我們一定會朝著人民最需要的 這個部分去做 剛才那個 我們那個鄭醫眼講的 那個立的 是不是龍伯跟增伯啊 這很立嗎 長農很立嘛 36萬這個部分 人家就要给人家好不好 因为你们有收据 他们有收据 这个处理 谢谢 李政文医院 再一次在这里有一个建议 我想刚才提到国土计划的说明的部分 已经结束了 但是看看出席的这些状况 我只能说惨不忍睹 再来到底有多少老百姓了解 更甚至我要这样子讲 前面在座的各位首长 到底了不了解国土计划法 我相信也不太了解 在这里要建议我们县福 针对这样的 更甚至到基层的老百姓 我听到的声音是 国土计划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 它的认知是这样 所以很重要 因为它牵动的是个人土地的这个部分 权益 还有使用的这个部分 我在这里要建议我们县福好好用心 在这个国土计划 要想尽办法落实到各住户 甚至每一个老百姓了解 然后去争取或者是去了解他自己的土地 所以这边呢 希望我们县福啊 能够规划所谓的国土计划相关规定 跟法令的懒人包 懒人包这样的一个东西 不管是在我们县福的平台 或者是在折业的这个区块 各乡镇的这个资源连结上 希望我们县福能够做到这样完善的 这样的一个告知 这样的话也才能够充分让我们的老百姓了解 国土计划法的这个部分 它的立法的原意 跟未来会牵涉到 或者是未来会影响到他自己土地 到底有多深远这个部分 更甚至我还要说的是 这一段到4月30号 如果不断的很多问题出现 那要到底跟随申诉 那个管道也都必须要非常的清楚 以上做这样的建议跟这个呼吁 谢谢 好 谢谢我们李一言 确实是没有错 国土计划 国土规划这个部分 确实是因为大家现在是 民众根本就不了解 所以说站在政府的立场上 建设处说一二再再二三的来举办讲席 然后他们也向中央去这个请教 也向各县市去请教 我们这里的部分到底是重点在哪里 我们组一的建设处对于这个部分 我想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尽善尽美 刚才李一言所讲的 这哲业以后的说明 给所有的乡亲知道 这个部分我们请这个 也会请这个建设处来规划一下 让大家尽量能够去了解 伍建制议员 议长还有我们各局处事所长 大家早安大家好 本席在这边要提出一个建议 我们这个花莲线的依据主计处的这个报告 在我们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我们花莲线这个平均家户所得七十几万 那在台东的部分是在一百年的时候是五十五万 我们花莲线还赢他们台东线差不多是十五万 也就是说每一个家户的平均所得一个 每一个家户我们赢他十五万 就是说平均一个月 他们可以多一万多块的支出 那依据这个最新 这个主计处这边有提出一个报告 就是说我们这个花莲线 目前也是七十几万 零支不前都没有进步 那在台东的部分已经快要 一百零六年就已经快要追上我们花莲 我们花莲跟台东的差距是一百五十四块 从十五万一直追到剩一百五十三 甚至可能台东已经超越我们 那这个部分 然后依据他们的统计啊 这个全台湾最穷的县 最穷的乡镇 花莲排一二三名 倒数是全最穷的 最穷的乡镇花莲排一二三名 第一名是万荣乡 五十九点二万 第二名是丰冰乡 五十九点三万 第三名是卓西乡 五十九点五万 那我们拿这个第一名的 那不要比台北市的第一名 一百七十三点四万 我们已经差它相当的遥远 三倍之多 那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花莲 现在的钱是越赚越少 还有我们全台湾 平均这个所有 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顺利差最大的部分 就是说房子 觉得房子很贵买不起啊 薪水很低啊 全花莲我们也是排第三名 这个剥夺馆 百姓的这个剥夺馆 这个很重要 希望各局处是 要去了解这个问题 那再来 这个针对这个也是 成年的老案 资卡宣大道 那为什么不行 这个大行车 大卡车 为什么没有办法行走 那针对这个部分 过出的去 人静的来 这个部分 从很久以前 从资卡宣大道开通以来 到现在 都一直进行大卡车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但众说分云 希望县府这边有一个 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明 都会说 底下的航管太薄了 听说那个会压坏 有这样的事情 那就不要走得好 针对这个部分 希望这个县政府 还有一个传说是香道 那到底是资卡宣 到底是 相公所管的 还是县政府管的 这个部分 需要能够能够做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明 那希望能够给这个我们的百姓 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原因这样子 好 以上说明 谢谢 好 资卡宣大道很大嘛 但是我们潜在一直想是说 很大应该可以走大车子啊 是不是 大家的这个 思维大概是这样 但是一个道路的这个用途 道路的这个不是在大小的问题 可能它那个过造的问题 结果问题 当时设计的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 再给议演一个资料好不好 好 那另外加护和支配手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好 请回 好 好不好 好 请回 谢谢 谢谢 严民署长 谢谢各位议员 上午议程结束 下午起至9月10号分组審查 9月11星期三 进行二三读会 请各位议员准时出席 上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